大家好,爱吃一带小妈军用的家见面了,由李俊浩任俄传的Netflix韩剧《王之国》已经来大结局,剧情也进入了高潮,以下也整理出《王之国》结局六大看点。 四郎丢下巨猿拿钱走人,巨猿子巨祸乱的继承之证,会迎来什么结果? 复显CP平和录云能否成功牵手? 而巨猿妈妈当年离开,如今又再度回来的理由竟然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看点一,巨猿四郎的爱情 巨猿和四郎成功从欢喜渊家建设为情人,没想到感情正浓厚之时,却遇上子子与父亲的搅局,使得四郎被迫发配边疆。 算不少观众认为,作为王者集团会长,巨猿爸爸,巨翼勋,其实人设颇新颖,令人讨厌不起来。 其实对恋情保持着负面态度,担心巨猿重蹈自己的负责,也没有使用过于激进的方式来拆散两人。 然而被调职到偏乡旅馆对于将饭店工作当成毕生梦想的四郎来说,仍旧是一大打击。 预告中,也可见巨猿子子巨猿乱冷笑着往事,我给他钱之后,他就失笑地离开了。 并直否这段感情好廉价,下一谋接着的则是饰演巨猿的俊浩,落泪的画面,让多数观众都对两人的恋情感到相当的忧心。 不过也有不少观众认为,巨猿乱口中拿走钱离开的并不是私了,而是介入巨猿乱与丈夫之间的那位小三。 而从预告中另一段巨猿乱与丈夫争吵的片段中,也可见当时他身穿的服装,与他讽刺地表示他拿钱走人时的穿着一样。 而王之国的故事基调是轻松无负担的浪漫喜剧,就连俊浩都曾表示,该剧是什么时候看都能接上剧情,能边吃饭边舒适享受的戏,想必巨猿和四郎会迎来圆满的大结局呀。 看点二,巨猿巨猴乱的继承之争,从王之国的角色简介中可以得知,巨猿的爸爸巨一逊,早年就在与兄弟的斗争之中夺下继承权,而他也因此希望能借由巨猿和子子巨猴乱的相互竞争, 让他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接班人,而原先对继承权毫无留恋的巨猿,也在与四郎亲近的过程中开始有了将王者饭店打造成理想饭店的志向。 而在最新剧情内容中,会长已经下令将由巨猿担任王者饭店社长,不过由于巨猿与四郎的设内恋情遭到揭露,使得巨祸乱,准备趁机将其拉下台,并诱导一派高阶主管,一同提出反对巨猿升任社长的请求, 令巨猿的继承权岌岌岌可危。 所幸,巨猿乱的心机手段已被会长识破,巨猿乱也因此被爸爸卸指,在王者饭店的所有职务, 然而因此被揭露的巨猿乱却在一期之下,对丈夫放下狠话便离去, 在盛期之下,巨猿乱又会使出什么招数,来阻碍弟弟巨猿的继承权,也将会是结局的一大看点。 看点三,巨猿妈妈回来离开的理由,而在十四季卫生,巨猿的妈妈竟然突出起来的现身, 带给袁世安已经放弃追寻妈妈的巨猿,强烈冲击。 而不少观众认为,巨猿的妈妈可能是因为看到铺天盖地的绯闻消息,才会再度出现, 为了劝告巨猿的爸爸应该让他们的儿子拥有自己的人生。 而也有部分网友猜测,巨猿的妈妈当时会离开巨猿,很有可能也和四郎一样, 是在媒体及集团的压力之下,被迫调职或离职,因此沦落被消失的惨况。 而姐姐巨猴乱所发出的新闻标题,也都刻意强调了会长父子,今夕都面临同样的处境。 看点四,巨猿妈妈的心结,而除了查清巨猿的妈妈当年突然离去,如今又再度现身的理由, 巨猿与妈妈多年未解的心结,也将会是结局的一大看点。 过去巨猿就曾透露,虽然知道了母亲的初衷,但她仍旧不会原谅对方, 因为母亲其实也没有那么爱她,不然她就会选择留下来陪伴儿子, 如今真的再度见到妈妈,巨猿是否能预期和解也成为了一大谜题。 看点五,平和陆云的爱情,除了主线CP,巨猿和四郎的恋情,平和及陆云, 这对副线CP也是大众瞩目的一大焦点。 平和因为过去的阴影及离婚背景将陆云拒至门外,然而陆云却始终一心向着她, 多次出手相助,成为平和身边的黑骑士。 而不少观众都认为,副线CP的发展反而更引人期待, 也希望平和能卸下心房,接受暖男陆云的追求啊。 看点六,平和是否能升职? 而除了平和及陆云的恋情结果,平和本身的职业生活是否能有所转变, 也是另一大代解伏笔。 多年来效忠于王者航空的她,一向尽忠职守努力工作, 不哗众取宠却过于正直而始终未能晋升, 在职场上也饱受同事及主管的不合理对待, 让许多观众都大抱不平。 究竟平和在结局是否能成功晋升, 摆脱万年无法升职的标签? 就待结局揭晓。 日前王者国播出了完结片, 女主角没有继续留在饭店工作, 而是创业开了一间民宿, 重回二人爱情萌芽的地方。 过去韩剧总是含蓄的, 以要来我家吃拉面吗?来隐晦表达性暗示。 在王者国里, 允儿直求要留下来睡一晚吗? 随后郡浩扑上去, 本剧第N场吻戏展开。 不过这场归夜戏只有点到为止, 镜头一转已经是隔天事后清晨, 郡浩躲着上半身与允儿一起围着一条被单, 小情侣紧贴一微欣赏窗外美景, 在相视而笑, 每一瞬间都养一只浪漫幸福。 撒汤撒得毫不手软, 最后结局以两人步入礼堂, 开启人生新篇章画下完美的句点。 有趣的是, 二人的婚礼以及婚纱照因为太真实了, 被观众戏称真的不是结婚吗? 不再看二代团顶流的婚礼。 事实上, 润娥和俊浩的CP感与绝佳的默契一度让他们传出恋爱, 虽然事后双方经纪公司否认传闻, 但CP粉喊话, 只许澄清, 不许澄清, 格外希望二人的绯闻成真。 远儿在剧中婚礼所穿的典牙婚纱, 出自品牌Loverit, 款式简材简单, 但是优比亚高贵, 搭配Tazaki的珍珠耳环, 以及Packet的钻戒, 更加凸显出众的气质。 俊浩则是三件式西装, 身是气度不凡, 二人站在一起男帅女美, 象征着王子与公主,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回顾一下这部剧, 这部剧情欢乐高天, 剧中俊浩和俊儿在一起后, 更是放闪无极限, 有许多甜到不行的浪漫场面, 让观众都追得超满足。 剧中剧园和四郎在一起后, 可以说是轻不停, 两人上演超多场浪漫吻戏, 甜度超标, 而其实剧里也有一些吻戏画面 没有被剪进正片, 像是剧园和四郎在泰国的泳池吻, 虽然正片版本已经让人看得很满足, 不过花絮里还有一幕俊浩抱着允儿, 从上面慢慢滑下来, 亲吻俊浩的画面, 相当的唯美有氛围感。 没想到没有放在正片里。 在泰国的某一天晚上, 剧园因牵缩人, 没能成功拉走四郎, 过两人世界而感到郁闷, 四郎也跑来安慰剧园, 趁着他刚刚牵住手, 要逃跑时非常帅气。 而这场戏在正片里, 只停在剧园和四郎相视而笑, 就接着演后续剧情。 但其实幕后照片中, 有出现剧园和四郎笑着接吻的画面, 让很多观众看到都觉得很可惜, 没能看到小两口发疼的场面。 还有第十二集, 剧园和四郎在家约会, 剧园向四郎倾诉自己对妈妈的想法, 后来四郎主动抱住了剧园, 给他满满的安慰。 这段其实还有另一半甜蜜互动, 是剧园嘟嘴和四郎啵啵, 两人亲了一下, 接着抱住对方又甜又可爱。 剧园和四郎在家约会这天, 两人一起准备晚餐, 正片用了几个片段, 来呈现两人的居家日常。 而四郎为剧园吃东西这场戏, 其实还有后续。 花絮中, 润娥一边笑着说, 只能吃一口, 一边喂俊浩吃, 吃完更捏了捏俊浩的脸颊, 把他当小孩一样哄。 这段也超有新婚夫妻的感觉。 还有另一场未公开的喂食戏也很可爱, 十三集, 剧园和四郎带小孩一起出去玩, 正片中三人在野餐时, 四郎为剧园吃东西, 而在花絮里则是剧园为四郎吃饭卷。 剧园还用哄小孩的方式将食物当成飞机, 又没有喂进四郎嘴里, 但后来又一开一直不断推拉, 让四郎相当的无言。 不过, 最宠老婆的剧园, 当然还是有给四郎吃啦。